8月份小李通过大麦平台购买了临峰澳门演唱会门票 花了1583元 演唱会举办日期是9月13号 8月20几号开始家里出了一点状况 然后跟平台反映 然后说要退票 然后一直沟通一直沟通 到了9月13号当天平台才同意我那个退票 到了深圳机场出下期的时候打电话给我 小李介绍由于之前的退票申请一直没有得到确切回复 他才购买了9月13号的机票非抵深圳 接到可以退票的通知后 他按照客服的要求拍摄了撕毁门票的视频 发送到指定邮箱 9月13号下午的短信显示已发起退票申请 然后但是我想着来都来了 然后就过去玩一下或者看一下能不能看这样子 到了场馆之后就是凭那个票给他看一下 但能不能看这样子 那边有重票的情况出现 然后跟大卖平台确认我的那个票是那个退票了的情况 这样子然后就没有观演成功 小李说最终他没有看演唱会 第二天返回了温州 后来票无平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他 票不能退了 9月14号接到平台大卖客服的电话 说我到了现场观演 但是我跟他讲过没有观演成功 然后他一直跟主办方确认 他说就是不能退款这样子 小李认为平台已经同意退票 自己也确实没有看演唱会 相关款项应该退回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了平台客服 根据客服的介绍 平台决定不给小李退票 跟小李拿着自己已经撕毁的票出现在现场有关 小李告诉记者 他这么做并不是蓄意而为 当时只是觉得来都来了 看能看就看不能看就算 我抱着这样的心理去看的 这样子因为来都来了这样子 你有没有想就是说 既看了演唱会 钱又退回来这种想法 当时有吧 假如你拿着这张撕毁的票 看了演唱会 钱又退到你的账户上 你会怎么做 就是感觉看了一场免费的那个演出这样子 你不会想办法再把这个钱 付给主办方或者平台呢 小李目前已经将情况反映给了北京东城区消费者协会 1818黄金演记者温州报道